一人軟津天代言機車廣告 霸氣 城池賽道 替代言品牌機車性能 創下好口碑 好買氣 也成了不少車商的口袋 一人名單 實際上私下的軟津天 也是愛車玩家 但方泰這回可一點都不放 10號晚上11點多 軟津天和六七名友人聚餐聊天 離開時卻在士林的 前港街口大擂殘 嚇壞附近居民 是車子誤障還是什麼爆衝的 很大聲 然後就啪 這一話商事還不清 消息一傳出讓不少粉絲超擔心 所有那個救護出來的包子 這樣子上車 根據了解軟津天 摔車滑行約兩公尺 嚇壞同行友人 紛紛打電話報警 將他送醫 但目前商事並無大礙 已經出院 不過剛剛許偉寧分手 隨後又傳出偷吃大陸人機 緋聞事件還沒正式落幕 形象大打折扣 現在又傳勒殘摔車 現在事情一件接著一件來 還真的禍不擔心 借王金玉瑪日文台北報導